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文表示 本周将会公布进一步削减公共开支 大家好 今天是3月14日星期一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新闻回顾 据美国CNBC报道 3月13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文表示 本周他将宣布进一步削减公共开支 以保护紧缩计划不受到经济去弱的冲击 但他表示此次削减程度不会太大 奥斯文表示 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油价下跌 一些国家利率调整 以及中东地区的政治不稳定 世界正面临着自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 不确定性最高的时期 简而言之 全球经济更大力度复苏的希望破灭 在周三宣布年度预算前 他在星期日太阳报上这样表示 将于6月份召开的关于英国是否离开欧盟的全民公投 也为世界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 奥斯本在接受BBC电视采访时表示 脱欧将造成经济震荡 就业机会减少 降低生活标准 这是贸然形式 在2020年前额外的支出消减就相当于每100英镑便可以节约50便是 我认为我们可以找到办法存下这些钱 在很多宏伟计划所需的资金中 这并不是大数额 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质疑 奥斯本关于追求财政盈余的做法 并且警告称 以削减开支将会对英国经济进一步放缓造成影响 Capital Economics在上周表示 奥斯本宣布在接下来的10年中 削减部分开支的做法 在短期内是不会伤及英国经济增长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感谢您的收看